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运动将包括国家、邦、村庄以及地方城市层面的活动 该活动的特色项目包括为印度独立战士和安全部队设立纪念牌匾 以及诸如为国家的五个承诺、向大敌致敬、向英雄致敬等举措 这些都是为了纪念勇敢认识的英勇牺牲 总理最近在本台播出的心灵对话节目期间宣布启动这一运动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 全国各地、村庄、城镇、城市都将通过建立纪念牌 向当地英雄的牺牲精神致敬 中国要求菲律宾从有争议的前坛移走一艘 隔前的用作军事前销的军舰 昨天,马尼拉拒绝北京方面先前的要求后再次发出呼吁 此前,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向执行补给任务的船只发射水炮 长期以来,这艘船一直是马尼拉和北京之间海上争断的热点 今天,印度议会下院将继续讨论不信任东义 议会下院昨天对该东义开始了讨论 印度国大党议员高拉夫哥哥义发起了对该东义的讨论 他表示,印度国家发展保荣性联盟提出了关于曼尼普尔邦问题的不信任东义 因为该帮要求争议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今天在信德里发起了印度网络浏览器开发挑战竞赛 本次挑战竞赛的目的是为世界开发一款本土网络浏览器 并内置印度认证机构控制器更整数 认证机构总监阿尔文德顾玛尔在信德里启动竞赛时表示 这是对印度来说是个伟大的时刻 因为印度已经踏上了开发自己的浏览器的新旅程 八个亚马逊与林国家已经同意指定一系列同意的环境政策和措施 以加强区域合作 各国代表昨天在巴西北伦市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峰会 讨讨这一问题 这些国家是亚马逊河流域的八个国家 即波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阿瓜多尔、贵亚纳、比鲁、苏里南和威尼瑞拉 他们同意成立一个联盟来保护亚马逊与林 并打击鱼林看法 穆迪总理向参加推出印度运动的印度独立战士致敬 穆迪总理在推文中强调了 圣雄甘地领导的运动在印度白托殖民同志的独立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还通过视频分享了他的想法 总理强调,由于推出印度运动 印度目前的人民主张建立一个没有腐败、群带关系和绥静政策的国家 印度政府目前没有改编中央政府雇员退休年龄的建议 在人民院的书免答复中 中央人士、公共、圣族和养老金部长吉田日新表示 过去三年,包括近年 根据第56条规定强制退休了122名官员 第56条规定的审查程序的目标是 提高效率并加强行政机制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 朝一陆陪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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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